旅客迷惑行為系列又來了 如何避免帶大行李搭電車的訂房技巧 宜泰老師指出的旅速迷惑行為問答 還有入駐溫泉旅館和膠囊旅館的注意事項等等 這一集讓我們一起來探討 哈囉各位好我是旅行長公投堅 不久之前我做了一支關於旅客去日本時要注意的 交通工具迷惑行為的影片 獲得相當熱烈的迴響 不僅有許多網友留言分享自己的經驗 甚至連其他的頻道也來要求授權轉載 而對於這個情況可以說是有一點意外 但又不意外 畢竟當我們去國外旅遊 總是希望能夠入境隨俗 多了解對方的社會規範減少採雷的機會 當然也有不少留言是表達不認同的觀點 其實我都虛心接受 但我覺得有些朋友是誤會了我的意思 所以在這一集的前半段 必須來做一些補充說明 先說這集主題是旅宿迷惑行為 也就是包括飯店溫泉旅館 青年旅社或者膠囊旅館等等 有哪一些必須特別提醒的注意事項 但我還是要先強調 說這些都不是為了要公審或者批判 其目的都是希望讓大家的旅程都能夠更開心更順暢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之前我曾在枝田信長影片推薦大家 Surfshark VPN 感謝許多喜愛大和劇的朋友熱烈迴響 乾爹願意繼續支持了 Surfshark VPN 可以輕鬆轉換IP位置 跨國訂閱日本的NHK On Demand 解鎖在台灣沒辦法看到的影集跟電影 出門在外擔心公共Wi-Fi不安全嗎 馬上使用Surfshark VPN加密連線保護你的安全 現在還有更多的功能建議加購Surfshark 1套餐 除了原本的VPN以外 還包括有Antivirus、防病毒、即時保護加網路攝影機防護 以及Search搜尋 不但有效隔絕針對性的廣告 還可以獲得真實有效的搜尋結果 然後Alert、警報、守護個人ID、信用卡以及Email帳戶等 像我這樣每天花很多時間 在網路上搜尋和閱覽資料 更是需要多重的防護 推薦各位公友 點開影片資訊欄的連結 輸入優惠代碼CTOKEN 領取公友專屬1.7折的優惠 加購兩年的方案 再加送免費三個月 不滿意30天保證退費 在之前影片的留言中 我知道有許多人對於帶著大行李 最好不要搭電車或者公車 這一點是特別不能接受 OK 基於同樣的原則 我不針對個別的留言去做評論 但就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自己目前從空港到旅宿會採取的交通方式 首先我們要先有個認知 就是如果你常去日本旅行的話 會發現他們在規劃旅客的交通方案以及旅宿的位置 大致來說都是有經過思考跟規劃的 和大家一樣我早期去的時候都盡量選擇電車 因為快速舒適 又有專屬可以放行李箱的空間 而且路線要固定比較不會迷路 以東京為例 像成田空港有JR的NEX 成田特快 金城 Skyliner 以及金城本線 而宇田空港 則有歷史悠久的單軌電車 以及金城電鐵 而從關西空港到大阪或者是京都 則有JR的HARUKA電車 以及南海電鐵 被暱稱為鐵人28號的特級LABITO等等 特別要提到的是上述的金城或者南海 除了專用的特級電車之外 也有一般的電車可以抵達空港 停靠站多 但是票價比較便宜 很多日本人也都帶著大行李箱來搭乘 像這種情況大家都可以接受 當然也就不算是迷惑行為了 這樣大家理解嗎 正如之前說到 他們是將不同的電車路線功能分得很清楚 就好比桃園機場捷運 也有分普通車和直達車 帶著大行李也都很自然 而搭乘上述的電車 會抵達的主要車站周邊幾乎都住過 例如東京、品川、澀谷、新宿、橫濱、上野、日牧里 以及羽田這邊的冰松町、天空橋、大鳥居 或者是大阪的南坡、新大阪、京都等等 從車站推、行李、步行就可以抵達的旅數 當然就是首選 甚至在一些比較小的城市 例如是廣島、長崎、仙台或者三行市等等 費用相對的低廉 就乾脆直接住在車站共共的飯店 像我最近去京都第一晚選擇的 就是車站飯店的京都塔飯店 而也有朋友留言問說 那東京推薦的飯店 最方便的當然就是京城上野車站門口的 Apa Hotel 這些都是從車站推、行李幾分鐘就可以抵達 是不是超理想 好 那問題來 首先以上車站周邊的這些最便利的飯店 不只是你想住 全世界的旅客也都想住 所以有可能很難定 又或者當你去的次數多了以後 總會覺得 蛤不要每次都住在這些地方 像我常介紹各地很多新旅宿 難道不應該換混口味多方體驗嗎 所以後來從空港往市區的交通方式 我就開始選擇巴士 也就是俗稱的利目金巴士 早年東京塞車很嚴重 搭巴士都很怕趕不上飛機 不過近年來我覺得交通狀況改善很多 有一段時間反而愛上搭巴士 路線選擇就非常多了 而且很多都是停靠在知名的飯店前面 即使你不是住在這一家 在附近步行範圍內 也一定可以找到適合的旅宿 當然不只是東京 其他一些主要的城市也都有類似的選項 而我之前講到選擇搭計程車的情況 是如果你預定了很有特色的飯店或旅館 或者是新蓋的旅宿 都不在這些電車或者巴士停靠站的附近 那麼就要單純解決從車站到飯店 這一小段路而已 通常費用是不會太貴 而只要遵循上述的原則 就算你回國前買好買滿整大箱的行李 也就不會覺得太辛苦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有回答到很多人的疑問呢 當然就像上次不少人留言說 而日本人自己也有很多迷惑的行為啊 又或者像京都這樣特殊又熱門的旅遊城市 旅客多地鐵路線少等等 難免還是有必須要帶大行李搭公車 或者擠電車的情況 也的確有不少外縣市來京都旅遊的日本人 都會帶著登機箱等等 但是我做這個影片的目的就是 就是期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 就透過事前的思考跟規劃 減少旅程中對自己跟他人造成的困擾 只要有越來越多人學習到這些技巧 相信就可以有更順心的旅程了 OK 上一段我們補充說明了 從空港到旅速的交通技巧 接下來就要來談旅速迷惑行為了 雖然不像上次有民營鐵道協會 每年統計的迷惑行為排行榜 但我隨手用日文的關鍵字去找資料 就找到在知名的旅遊平台《假爛》上的文章 由儀態講師整理回覆的旅速規矩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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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多達32個問答題 從預約開始到入住期間 一直到退房後能不能寄放行李等等 而且它不是針對外國旅客 而是連日本旅客自己也可能不清楚的 同時也要再次強調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我出國玩開心 只要不犯法就好啊 但我也看過一些在日本打工的台灣朋友 寫文章呼籲 有些行為雖並非犯罪 但是對日本人而言就是迷惑行為啊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有哪些重點 其實有些已經算是常識的 例如只能按照指定的房型 旅速並不一定能夠提供更好景觀的房間 除非加價 而訂房平台多半要求提供抵達的時間 如果遲到記得要通知免得被取消 還有即使不是在海濱度假區 也不適合穿拖鞋或者短褲 這點真的是日本人比較拘謹的部分 那如果遇到在玄關要拖鞋的 記得按照規定將鞋朝正面放好 對工作人員說聲謝謝 而且記得要穿襪子等等 文章甚至還提到 如果去高級的料亭用餐 會有專人幫客人放鞋 這個時候如果鞋子很髒也是不禮貌的 甚至有業者還反映 從鞋子就可以看出客人的行為跟素質 真的是很嚴厲啊 那說到預約呢 不久之前也有一則新聞 就提到台灣的旅客訂房訂餐 然後有no show的狀況 造成旅速高額的損失 當然後來這名旅客有出面說明 並且允諾賠償算是圓滿的落幕 但由於現在很多訂房網站 都允許旅客到現場再付款 因而no show的情況還是實有所聞 這個就舉自己為例就好 我也曾經訂錯日期 抵達的時候發現訂的是昨天 或者以為是訂這個車站前 結果是另外一個車站 各種烏龍都發生過 也只能默默自行吸收 還連累旅辦也真的很抱歉 而我在進行龍馬之旅時 有一次自駕要從高知開車到松山 並且已經訂好飯店 卻因為天后和延誤的因素無法抵達 所以我就把車停好 然後打手機去飯店 用很有限的日語來解釋 並且表示願意付費 結果飯店表示理解也沒有收錢 我可以體會很多人因為語言不通 不敢打去取消 但如果預見可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其實現在很多方式可以解決 甚至用語音翻譯的APP都可以 讓對方知道或許就會有比較圓滿的結果 而不是直接no show造成不好的影響 那麼進入到房間之後 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行為呢 一般西式飯店大家應該都很了解 但如果是有碟席榻榻榻米的房間 要注意不能踩在門檻還有木頭的部分 而行李箱的輪子不能直接接觸到榻榻米 我遇過比較細心的旅館 會在房間裡面放一塊布或者是墊子來平放行李 如果真的不了解 許多旅館的女將或者是工作人員 帶你到房間就可以直接問對方 也不必害羞 即使語言不通也可以用肢體語言 多理解對方的規定總是好事 再來就是無論在飯店或者是旅館的房間 吃自己帶回來的外食 也都要注意盡量不要造成難以清理的髒屋 甚至在外出或者是退房的時候 順手將一些內物盡量恢復原貌 是啦我知道旅客並沒有這樣的義務 但是如果能夠盡量減少房務人員的工作 他可能在內心默默的感謝你 我覺得這種同理心也挺好的啊 而房務一般都不會去動客人的東西 即使是廢紙袋 如果我沒有把它放在垃圾桶裡面或者是旁邊 他也不敢丟掉 所以如果你外出的時候把東西放在床上 有可能他不會去整理床鋪 包括有時候你買罐裝飲料沒喝 想說放著留給飯店 事實上他們也絕不會覺得合穩的吃的 而在日本大家都有機會入住溫泉旅館 尤其像以前一些大型的溫泉飯店 觀光客來到就換上浴衣或者是拖鞋或者是木機 哇很有風情就穿著到處走 這在某一些飯店當然是允許而且鼓勵的 但也要注意或許不太方便穿到大廳 或者是有其他的外客使用的餐廳等等 當然這相對比較模糊 要看每個飯店的規定 通常也不會強制說yes or no 但可能是我個人比較拘集 除非是相對私人的中小型的旅館 否則我通常不太會穿浴衣出來晃 再來就是使用溫泉的禮儀 一些大家都已經很習慣了 例如一定要先將身體徹底的清洗過後 才能進入到溫泉池 請記住溫泉是用來泡的 而不是洗澡的地方 更不要在裡面loosen 然後大小毛巾都不能進入溫泉 所以很多日本人將小毛巾放在頭上 就是這個原因 藏法也必須要玩起來 有一點是比較有爭議的 同樣是近期的新聞 就是身上有刺青不能使用大眾齒 好我了解 這可以說是日本社會的成見 因為現在刺青的人很多 我自己也完全不排斥 但日本傳統就認為刺青就是黑社會或者罪犯 為了其他客人的感受 大部分的溫泉都是不歡迎有刺青的客人 當然近年來他們也有彈性的做法 如果刺青的部位比較小會提供貼布 而如果是較大面積的那就真的沒辦法 只能用房間內或私人的湯屋了 說實話之前當我起心動念想要去刺青 想到日本溫泉這個規定 就覺得有點麻煩了 當然如果哪天刺了 那我也是乖乖的遵守規定就是 至於一些有關健康的建議 例如泡溫泉前後不要喝酒等等 這應該也都是常識了 雖然也的確有一些酒出汗汗 用木桶裝清酒漂浮在溫泉很有風情 那一般來說還是建議如果要喝酒 就是在煮湯比較適合 否則健康後果就要自負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拍照打卡分享 切記大眾池溫泉特別是裸湯 為了他人的隱私是禁止拍照或攝影的 如果真的要拍你可以利用包場製的私人湯屋 那就愛怎麼拍就都隨意囉 我知道日本社會有很多規定都非常的囉嗦 也曾經惡作劇的想等到他們自己有機會出國就知道 其他國家的旅客去日本是有多麼戰戰兢兢提心吊膽 但我們既然喜歡去日本旅遊 喜歡他們的美感、秩序、整潔、有理等等 是不是就必須了解 正是因為這些條條框框 才造就了我們旅行中的感受呢 否則去其他國家不是也很好嗎 特別是如果你有機會入住日本的青年旅社或者膠囊旅館 可能會發現其他國家的親旅都有一種自在悠閒隨性的氛圍 但是在日本呢通常會把鞋子、包包等等隔絕在寢室外面的鞋櫃或者置物箱 然後大家就小心翼翼捏手捏腳 深怕發出太大的聲響 雖然我也的確遇過半夜入住的上班族 光是打開行李都發出很大的聲響 而且還弄了很久 但通常我就覺得自己為了方便或省錢選擇的親女也只能承受 當然由於現在自己會打呼也怕吵到別人 所以非不得已還是盡量不住親女或膠囊 但必須說有些我住過的新型膠囊旅館設計非常美觀舒適 衛浴空間乾濕分離非常寬敞 隔音也做得很好 儘管如此當然還是不能在寢室、講手機、聽音樂等等 這些都是要在公共空間 進入寢室就簡直跟太平間一樣 不是啦 喂 最後我想跟大家聊一個觀念 那就是對價關係 幾年前我曾經參與一個日本的未知數聯盟的推廣活動 參加的都是具有傳統或者地方特色 而且提供具有相當水準餐食的各類型的旅宿 聯盟的顧問則是京都非常知名的旅遊美食作家博錦壽老師 他在台灣也有許多著作被翻譯出版 當時他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當你入住這些旅宿的時候 是從抵達的那一刻到離開的時候 一泊二食的期間是一場整體的日本文化跟飲食的performance 也就是演出或展演的意思 換句話說 當你入住一間飯店或者旅館 付出了相對高昂的費用 其實不僅僅就是住宿 還等於是參與了一場沉浸式的體驗 從入住的接待 流程 設計 用餐的擺盤 禮儀 餐後的甜點 甚至酒吧 有些還包括溫泉 都是演出的一部分 相信這樣的概念並不難理解 但我也要到聽了博錦老師的說明之後 才有種 真的是這樣的感受 但相對來說 如果你是選擇一般平價或中價位的商務或觀光飯店 那麼你所付的費用 很可能單純就只是提供基本的住宿機能 除了清潔或便利之外 飯店並沒有提供額外服務的義務 例如在之前的影片下方留言 就有網友提到 旅客向飯店工作人員要求裝熱水到她的隨身品 這真是從我以前帶團就常常遇到的事情 就是我們對於喝熱水或者溫水這件事情的執著 但對於大多數國外的飯店 他們其實無法理解為什麼你需要熱水 除非是生病或者要泡咖啡或者茶等等 所以也沒有義務要提供 原本很多飯店房間甚至是沒有熱水壺的 但現在因應旅客的需要大多已經有了 所以自己煮水是最好的 就像之前提到交通工具的時候 有通勤或者觀光或者前往空港等等不同機能的分別 不同價位或者風格的旅宿 也有它所對應的服務內容 特別是在日本這樣有很多規矩的社會 我們常常會認為 我既然付了錢 對方就應該滿足我所有的需求 雖然我相信對方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也會盡量去做 也的確會有服務品質和價位有落差的個案 但是我認為還是應該把這個觀念提出來 免得在旅行的過程中產生彼此的誤會 不知道關於這一點 大家是不是有經驗或者更多的思考呢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感謝Surfshark VPN這次的廣告贊助 各位工友們也別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